示威者与警察的对峙在全美各地进行着 有人正在使用一种可能致死的武器 泰色枪是一种与电击暴完全不同的武器 虽然两者同样是利用电流作为攻击动能 但是泰色枪在发射后会有两只针头连接导线直接击进对方的体内 继而利用电流击倒对方 当这些遭遇变成致命的时候 路透社发现黑人的死亡比例非常高 据路透社报道 截至2018年底有超过1000起被警察用泰色枪电击致死的案件 死亡人数中至少有32%是黑人 29%是白人 而非裔美国人占美国人口的比例为14% 非西裔白人占美国人口的比例为60% 这些死亡事件显示了美国执法部门面临的一个挑战 5月30日 亚特兰大警察用泰色枪将两名黑人大学生击晕 这件事在网上疯传 学生们表示 由于乔治弗洛伊德之死引发示威游行 他们出去取外卖的时候被困在了拥挤之中 警察的执法记录已显示 警察向这两名学生发射泰色枪 并把他们拖出了车 学生在医院接受了治疗需要缝针 亚特兰大警察局长艾里卡西尔兹在第二天的新闻发布会上道歉 参与5月30日事件的6名警察 其中5名是黑人 1名是白人 因过度使用武力而被起诉 4名警察已经被解雇 其中2名被解雇的警察 曾起诉警察局长和市长 要求恢复他们的职位 他们的律师表示 对这两名警察的刑事指控是出于政治原因参促进行的 还有另外一期事件 27岁的黑人男子雷莎德·布鲁克斯 6月12日与亚特兰大的白人警官发生冲突后被射杀 这件事不仅成为亚特兰大民众关注的焦点 也引燃了全美新一轮对警察执法合理性的讨论 佐治亚州调查局说 布鲁克斯拿着警察用的泰色枪 在与警察扭打后逃跑 一名警察用手枪射杀了这名27岁的男子 6月13日亚特兰大警察局长辞职 6月6日 数千人在华盛顿特区游行示威 抗议警察暴力 与此同时 临近的弗吉尼亚州当局公布了一段视频 显示白人警察泰勒·天布莱克 反复对一名黑人使用泰色枪 执法记录仪显示 听布莱克反复电击这名黑人男子的脖子 当警察试图制服黑人男子时 可以听到这名男子呼救的声音 菲尔法科斯县警察局长 艾德温·罗斯勒 谴责了这名警察的行为 称使用武力是不可被接受的 罗斯勒说 我们的职业存在问题 在非裔美国人社区 我们确实过度使用武力 我们需要了解原因 天布莱克是一名有着八年工作经验的警察 他被控三项攻击和殴打罪名 如果罪名成立 他将面临最高三年的监禁 天布莱克的律师说 警方认为被他制服的人 是另一个有大量犯罪记录的人 虽然大多数被泰色枪电击的人都没有死 但其中有一些不幸死亡 2017年7月 来自佐治亚州58岁的欧里·马丁 多次被警察电击 马丁患有精神分裂症 他在走着去拜访亲戚 庆祝自己的生日时 停下来向一位房主要了一杯水 房主打电话报了警 说有一名黑人 根据法庭文件显示 当警察到达时 他们动用了15次泰色枪 施警结果显示 马丁死于心理失常 法官裁定 这些警察的行为是自卫 他们使用泰色枪是正当合理的 地方检察官对裁决提出上诉 此案定于8月20日 在州最高法院开庭审理